现在来介绍刀具安装的方式 首先将柜子里的刀子取出 将刀具取出后 接下来就准备将选用的车刀安置于车刀座上 一开始我们会先调整车刀座的位置 其转轮于车刀座后方 尽量让车刀座的位置能调整至中间位置 以免后续在座车销时 发生无法调整至所需位置的情形 接着我们将车刀安置在车刀座上 并选用64分之5寸与32分之5寸的六角板手 分别来固定车刀 在固定车刀时 我们尽量能使车刀能够垂直逐轴 接着我们松开车刀座 两旁活动块的四个调整螺丝 这个动作主要是以力后续的刀具设定 以及刀具位置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包敌半径 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包敌半径 首先将CGD刀具设定器架设至主轴上 之后关闭工作台灯 并开启askscd刀具设定器上的雷射光源开关 接着调整 X轴的位置 以及力轴位置 直到CGD刀具设定器的光源 能够打在车刀面上 以力后续的观察 之后我们按机器面盘上的F3 PRG或是键盘的F3 接着再按F12 最后选择F5的TLSet 即会出现刀具设定画面 接着我们选择刀具设定 按OK之后 并将量特结果输入至编号8上 接着观察CDB画面 利用四分之一寸的六角反手调整车刀高度 粗条螺栓直至车刀的刀皮半径在CDB焦点处 调置适当位置后 并利用三分之五寸的六角反手 锁紧车刀高度滑坐固定螺栓 若还不清楚可手动调整车刀高度为调扭 只至车刀表面清楚地显示在CDB焦点处 接下来我们要刷取车刀圆弧上任意三点 来计算圆弧半径 我们可以以手动的NPG或是寸动的JOD方式 移动CCD游标至圆弧上的任意三点 基本上呢 我们没找到一个点 就会按一次TREAD 并用此三点来量测刀皮半径直 最后将量测结果上传至控制器内 量测完毕 其量测出来的刀皮半径为1.04858 之后我们按Upload Upload to Controller 更新结果 接着按Reset 0x来设定X的原点 之后再按Return to NC 回到我们原本的NC程式 接下来进行刀具补证的设定 首先按F2再按F5拓势 我们来观察编号吧 是我们之前量测QR的结果1.04858 接着我们在编号1的位置设定我们 此次实验的刀皮半径1.0424 按Enter 接着按OK取代前一次的刀皮半径数值 最后关闭刀具设定器电源 并取下挂置控制面盘后方 已完成刀具设定步骤 总之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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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